大家好,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,今天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就是上帝的手术刀。 首先,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书名,如果上帝要给生命做手术,那他的手术刀又是什么呢? 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基因编辑技术,因为哪怕只是一点点基因结构的改变,每一种生命都有不同的特性。 上帝的手术刀讲述了人类对基因的理解与改造,本书作者王立明,出生于1983年,现为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。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,讲故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,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,比如工业污染、癌症、超级细菌等等。 但是,科学往往会给大众一个复杂而晦涩的形象,所以,王立明决定用科学来证明这一点,说说科学事业吧,他把科学研究是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,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,重新书写人类的生活,所有人都有机会了解关于基因和生命的真相。 接下来,我们将分为四个部分,第一部分,基因秘密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,第二个环节,基因如何利用病毒进行手术,第三部分,目前有哪些基因编辑技术,第四个环节,未来的基因编辑技术会是什么样子? 首先,我们来谈谈人类如何发现基因,早在上古时代,人类就已经掌握了基因的规律,把利尔硕大的骨子留作下一年的种子,这样才能收获优质的古物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为什么后代可以继承父辈的特性呢? 范生子这个概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如德莫克利特提出的,广泛生长的生菜,认为范生子肉眼看不见的微小颗粒,通过交配的方式进入后代体内,因此,子代延续了父辈的特性。 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,19世纪中期,范生这个概念也是借用的,他认为在交配过程中,父母双方的范生子结合在一起,他们共同决定了后代的各种遗传特征。 解释一下这个词的特性,性状是生物的遗传特征,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,直发还是卷发? 范生子理论中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当父母的性状不同时,范生子是如何决定后代的性状的?白猫和黑猫生的小猫应该是什么颜色?灰蒙蒙的,或者是花瓣色的黑色和白色? 在19世纪60年代,遗传学了先驱,著名豌豆狂人孟德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,孟德尔原为奥地利神父,他把修道院的土地圈起来,为了使豌豆杂交,种植了好几年。 通过对豌豆各种性状的统计,最终发现遗传信息存在于某种坚硬的颗粒中,它们没有融合在一起。 最明显的证据,就是黄豌豆和绿豌豆的后代,但是新一代的黄豌豆却会出现绿豌豆,这说明基因信息并没有消失,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。 可惜孟德尔的这个理论当时并不为人所知,直到20世纪30年代,才有人把他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,并且把孟德尔的基因颗粒命名为中文名,这是我国第一代遗传学家谭家珍给他起的名字,那就是基因是基因的物质基础。 那么,基因到底是什么呢?人呢?怎么才能找到它?早在20世纪,人们就已经知道了细胞是由细胞组成的,蛋白质存在于细胞中,生物大分子生物,入DNA,其特征均由蛋白质表现,无论是豌豆的颜色,还是猫的颜色,科学家们认为基因应该存在于蛋白质中,但后来证明这个猜测是错误的。 因为英国病理学家格里菲斯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一项实验,当时他正在研制肺炎疫苗,肺炎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,但肺炎链球菌的种类有两种,一种是肺炎链球菌,一种是表面光滑的,另一种是粗糙的,只有光滑的细菌才能引起致命肺炎。 格里菲斯给老鼠注射了一种粗糙的细菌和光滑的细菌,希望能让老鼠免疫,而不是杀死老鼠,但这两种刺激对老鼠的免疫系统来说都太弱了,所以格里菲斯干脆放弃了,细菌混杂在一起,老鼠的免疫系统开始运转。 格里菲斯一脸茫然的看着死去的老鼠,他已经杀死了光滑细菌,那么这些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? 格里菲斯敏锐的意识到,这只有一个解释,那就是光滑的细菌基因已经进入了粗糙的细菌体内,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,让他们生下了光滑的后代。 他加快了人们寻找基因的进程,埃弗里,美国人,对格里菲斯实验进行了改进,他去除了光滑的细菌的蛋白质,混合了粗糙的细菌,粗糙的细菌依然可以转变成光滑的类型,也就是说,基因已经不在蛋白质中了,那么基因又在哪里呢? 1952年,两个美国科学家用式菌体做实验,吞噬细菌,他们给式菌体的DNA和蛋白质做了不同的标记,让他们去繁殖,结果发现,细菌体传递给后代的DNA比蛋白质要多得多,也就是说,DNA很有可能存在于DNA中,那么问题来了,这么复杂的基因结构,怎么可能只靠这四种分子来传递信息,遗传性状是通过蛋白质来表现的? 所以要建立DNA和蛋白质之间的联系,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,氨基酸只有20个,四个碱基对应20个氨基酸,而是一位名叫戈莫夫的物理学家,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,他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,他忽然想到,既然四个碱基都不是20个氨基酸的对手,那为什么不把四个碱基组合在一起呢? 三人一组,就是64种组合,不过,在加木斯的启发下,生物学家们很快就发现,DNA的确是按照计算器的三个片段组合而成的,甚至,他还把64个碱基组合的含义,全部解读了出来,科学家已经知道,基因在DNA中以碱基序列形式存在, 而另一边,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的物理结构,DNA啊,像拉链一样旋转,两个链子的齿一一对应,每一颗牙齿,这是碱基的一种,DNA复制时,拉开拉链,把它们分成两条,然后按照碱基的规则,把它们分开,最后,形成了两个DNA双螺旋, 那么,关于基因发现的历史,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,我们把基因物质叫做基因,基因在DNA中以碱基序列形式存在,DNA是一条双螺旋链,它可以指导蛋白质生产,第二部分,就是如何利用病毒,进行基因手术,基因不仅决定着我们的先天特征,而且也影响着人类健康,基因决定着蛋白质的生产,各种蛋白质决定着身体的各种性状, 白化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,患者体内缺少一种基因,这种基因对合成黑色素非常重要,所以想要战胜疾病,最好的办法就是基因手术,美国国家医院的安德森医生就是其中之一,他的病人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,阿湘告诉他,这个可怜的女孩是基因突变的,体内白细胞功能失常,得了这种病的人,没有免疫力,一个喷嚏就能要了他的命,主要有两种方法, 一种是注射了他所缺少的蛋白,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,因为人体内的蛋白会慢慢消耗掉,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注射一次,另一种方法就是移植能够产生正常白细胞的骨髓,然而医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型,阿湘婷的父母找到安德森医生,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医学冒险, 安德森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是抽取小女孩体内大量的血液,提取其中的白细胞,再用正常基因补充到阿湘婷身上,理论上来说,这个方案是可行的,怎么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因补进这么小的细胞里,人的细胞数目,动辄上百亿,总不能用针头一个个的给细胞注射吧, 于是安德森医生想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,他用莫罗尼小鼠白血病病毒,把正常基因放入病毒基因组,然后用它感染阿湘体的白细胞,把正常基因带回体内,嗯,这种病毒能杀死老鼠,但是对于人类来说,白细胞是比较温和的,安德森博士把病毒中的大部分基因都删除了,防止它在人体内私利繁殖,所以,经过12天的治疗, 阿湘体内的正常基因开始发挥作用,人类在1990年成功了第一台基因动手术,有了前人成功的经验,后人自然会想办法更进一步,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了,事实上,安德森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也并非是全是美,因为白细胞并不是永生不死的,而是会慢慢的在体内凋零,所以当所有的白细胞都死光了之后,阿湘体又要接受治疗, 重新进行基因改造,这又该如何解决呢?尽管我们把白细胞归类为脊髓,更准确的说,是来自脊髓的造血干细胞,如果能够将脊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改造成源源不断的正常白细胞,那不就一劳容易了吗? 1999年,欧洲医生从患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脊髓提取造血干细胞,用病毒改造后注入小病人体内,在2002年进行了近三年的追踪观察,无需再重复接受治疗,医生们终于相信病人的免疫功能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 他们信心十足地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,造血干细胞基因手术可以极大的促进罕见遗传病的治疗,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。 所有接受治疗的儿童中,有五个被确诊为白血病,至于原因,其实很简单,医生用来做基因手术的工具,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白血病病毒。 安德森医生是为了安全起见,宁可麻烦一点,只改造有限寿命的白细胞,所以,就算病毒修改了基因,超出了逆期,白细胞也活不了多久,不会有太大的危害。 但是继任者直接冷冻造血干细胞,这玩意儿会不断分裂,产生白细胞,一旦失控,自然会导致白细胞的大量繁殖,科学总是在失败中不断进步。 当人们意识到病毒的危险性后,他们就开始用更安全的病毒进行临床试验。 到了2006年,全球同时进行了2000多项基因治疗临床试验。 五名白血病儿童中,只有一人不幸死亡,其余四人在化疗后痊愈,小杰把普通基因放入病毒基因中,然后用病毒感染人体细胞。 可是用病毒改造基因,风险太大,限制太多,最重要的是,它只能修复失去功能的基因,无法处理多种功能的基因。 但是,要改造多功能基因,病毒就无能为力了,人们需要更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。 第三部分是基因编辑技术,理论上,基因不是很复杂,但是基因不听话,那又有什么办法? 只要找到基因的位置,用剪刀剪掉就可以了。 但问题是基因太小,数量太多,有多小,千分之一米,肉眼看不见,光学显微镜也看不见,戴上电子显微镜,这是何等的庞大。 人类基因组中约有30亿剪剪,30个剪剪很容易找,但在30一个镜头里找一个,却是屡试不爽的。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你可以向大自然寻求答案,用自然病毒修补不起作用的基因,那么现在,就是要解决那些不听话的基因了。 大自然也为我们准备了工具,这是一种新的手指蛋白组合,心脏是新金属,十分手指,福尔康蛋白剪切模块,DNA断点修复机制听起来很复杂,如果把基因编辑技术比作依附的补定,那么这三件套就相当于老化镜了。 剪刀,针线,那么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呢? 首先,新的手指蛋白可以快速的找到错误的基因序列,然后福尔用剪刀剪断DNA链,再用DNA修复基因序列,这样三件套就可以轻松编辑基因了。 问题在于新的手指蛋白,首先是关于技术的,新的纸状蛋白太粗,一个指头比三的剪辑序列还要粗一点,这些新手的手指连在一起,就会互相干扰。 美国盛加盟公司狡猾的垄断了几乎所有新手指的专利,即便是大学里的科研人员也不能随意使用,盛枪盟公司对黄金手指的垄断,造就了一批愤愤不平的科学家,他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,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手指组装技术,发布在开源平台OPPO上,就在开源科学家和盛决定加入公司的时候,一个新的发现突然出现,宣告了基因编辑时代的到来, 也让新的手指技术进入了历史的舞台,这个新发现被命名为类转物,激活因子效应蛋白,英文缩写为Tale,这就是传说,因此,它又被称为神话蛋白,它的发现过程和黄金手指一样,都是在自然中发现的。 这一次的主角是一种植物寄生细菌,具体的过程就不多说了,它和新手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更加纤细,神话手指可以直接定位剪辑,还需要挖耳孔,而这一次,它终于不用再用大拇指指着神话了。 李白发现了这件事,只要找到对应的基因片段,我们就能找到基因序列中的任何一种蛋白,从而开启基因编辑的时代,等等,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 这么牛逼的蛋白,它还不是基因编辑时代的主角,它只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,难道还有比它更厉害的技术吗? 主角的名字比较复杂,叫做R.S.R.克斯奈,它的出场时间是1987年,当时,一些日本科学家发现大肠杆菌基因组中存在着一些重复结构,这些结构看起来毫无用处,这一发现起初并无特别之处,但在1993年,科学家,西班牙人,莫妮卡是地中海大学的研究生,重复结构也被发现,这让他很好奇,就叫普瑞斯普吧。 有规律地重复着短短的回纹片段,那就顺着这条线走下去吧。 最后,人们发现科学家原来是一种细菌疫苗,当细菌入侵的时候,幸存下来的细菌就会把细菌的基因片段和科学家基因结合在一起,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细菌,才能正确地识别并对抗它。 克里斯普二疫苗的作用原理很简单,细菌中有一种名为卡斯密的蛋白,它就像是警察一样在周围巡逻,随时准备找出浑水摸鱼的坏蛋。 跟卡斯密是通过RSR识别入侵者的,所以一旦遇到RSR能匹配的DNA系列,卡斯纳米蛋白将会出现,咔嚓一声,断开了这个DNA系列,让那些想要破坏的病毒死无葬身之地。 现在,你应该明白,为什么普尔卡斯密会成为基因编辑时代的主角了吧? 实在是太简单了,我们只需要做一条RSR系列就可以了,用在卡斯密蛋白上,执你就能完美的切到哪里。 至于RS普尔卡斯密的用途,那就太多了,比如我国和韩国的研究人员,除了肉之外,猪体内的基因抑制了肌肉的生长,生产瘦肉型猪。 四川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这项技术,对淋巴细胞进行了改造,尝试治疗肺癌。 正如前面提到的,美国科学家们也用这项技术来清除HIV基因,有了这个技术,基因编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。 第三部分,我来总结一下,新手指的专利病理,或使科学家开发新技术神话蛋白,科瑞斯卡斯的纳米技术,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手术刀。 基因编辑技术将永不停止不前,甚至奎斯普尔卡斯纳技术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。 其实,还有一些问题,比如卡斯纳艾的剪刀太厉害了,比几根新的手指头夹起来都要大。 再比如,他的位置有时候也会出错,遇到类似基因序列的人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砍掉。 当然,这也怪不得他,他原本的作用,就是破坏入侵的细菌,宁可厕杀,也不能放过。 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,不过,我们还是能在一起的。 终有一日,人类最终将真正掌握上帝的手术刀。 终于,当基因编辑的时代真正来临的时候,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,承担风险和冲击呢? 书的结尾部分,作者王立明就基因编辑的未来进行了探讨。 基因编辑并不一定能带来所有的好处,基因编辑技术虽然能够治疗各种疾病,通过修改潜在的致病基因,也能降低患病风险。 不过,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,我们能不能通过基因改造,用来改善自己或者后代的身高、体重、相貌、智力,甚至通过基因改造,也能制造出完美的人类。 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,科学家是不会犯法的。 记得1996年出生的克隆阳多利吗? 从那以后,世界许多国家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。 如果克隆人出现,必然会引发很多伦理问题。 克隆人是否具有独立人格,他该如何面对母体? 而且,基因编辑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,贸然把它用在人类身上,谁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。 当然,这也是有风险的,这并不能成为禁止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理由。 科学与伦理的冲突在所难免,还有道德观念的转变。 例如,中世纪的欧洲属于肆虐,惊慌失措的欧洲人认为病毒一定是在洗澡时通过皮肤渗入体内的。 尽量勺洗澡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。 路易十四堂堂太阳王,一生只洗锅七次澡,居然有人敢怂恿别人洗澡,简直丧尽天良。 当科学进步与人类价值发生冲突时,不要匆匆忙忙的指责,让我们耐心等待新的科学发现。 上帝的手术刀就在这里,明天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